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云林 今天是2022年11月2日 星期三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时间11月2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联储当日公布科币征策会议结果宣布加息0.75% 相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至3.75%至4% 据报道 在此之前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连续第四次宣布加息75个基点 以对抗通胀 投资者也关注美联储会不会发出准备在12月会议上方缓加息步伐的讯号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将会在12月的下次会议上考虑将加息步伐放缓至0.5% 但他表示美联储尚未决定这样做 与此同时 鲍威尔警告说 央行最终可能会将利率提高到高于政策制定者9月份预期的水平 鲍威尔7月3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什么时候放慢加息步伐的问题远未有加息去到多高 以及货币政策限制性持续多落狗的问题感重要 上个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数据显示 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 9月份成本上将0.4%和降低价格的努力双盘 在截至9月的12个月里 消费者价格总体上进了8.2% 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测 利亚自家职是美联储近几个月来一连串 提高借贷成本的最新举措 试图通过冷却经济和抑制需求来降低价格上章 然而 这种方法有可能会令美国陷入衰退 并且令数百万人失业 鲍威尔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时表示 软着陆的窗口已经缩细 但仍然有可能 美国时间11月2日 白宫删除了她官方Twitter的一条推文 该消息称总统拜登提告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福利 此前有社交媒体平台的拥污指出 这个增长和痛苦膨胀有关 据报道 该条的推文在星期二发布 推文中写说 是总统拜登的领导下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支票 获得10年来的最大增幅 在其他用户自出增加的原因 在每年生活成本调整之后 Twitter随后在消息中 添加了上下文注释 该调整基于国家通货膨胀率 1972年的一项法律要求 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化自动增加社会保障福利 去到星期三 这条推文已经从白宫Twitter的账户中消失了 白宫新闻秘书皮亚尔表示 白宫数字团队删除了这条推文 因为它并不完整 皮亚尔表示 这条推文缺少可以指出老年人 将从痛苦膨胀中得到一些缓解的半月 因为随着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 医疗保险保费正在下降 他说该消息还应该指出 根据共和党的计划 社会保障福利处于危险之中 社会保障局在今年10月宣布 明年的社会保障福利将会增长8.7% 这是自1975年引入自动通胀调整以来的第四大振幅 美国时间11月2日 据CNN报道 CVS Health及Walgreens星期三表示 原则上同意致富约100亿美元 以解决针对约防连锁店提起的 一系列与鸦片类药物相关的诉讼 CVS表示 已经同意达成一项5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自在在实质性解决公开鸦片类药物诉讼 CVS首席政策官兼众法律顾问 托马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很高兴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陪缩 这个符合各方面以及我们的客户同事和股东的最大利益 我们致力于与各州市政府和部落合作 并且将会继续我们自己的重要举措 以帮助减少处方鸦片类药物的非法使用 CVS的和解付款将会由2023年开始在10年里分摊 具体取决于同意加入和解的政府实体的数量 CVS表示 双方仍然在确定和解中包含的非货币条款 Wall Greece表示 同意在15年内支付总额约为49.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Wall Greece在一份声明中说 作为全国最大连锁约店之一 我们仍然致力于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这个解决框架将会令我们能够继续关注 客户和患者的健康和福祉 同时为解决鸦片类药物的危机 我们认为 目前这个符合公司和我们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 并且允许我们的药剂师 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的经业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能够继续在提供教育和资源 以帮助打击鸦片类药物 蓝狱和泛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美国时间11月2日 据CNN报道 201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 帕克兰学校抢击案的抢手 星期三被正式判处重申监禁 不得假释 据报道 巡回法官伊丽莎巴·謝拉廷重陪审团的建议 判决认定抢手免于死刑 判处他终身监禁 在这个星期的整个证词中 抢手仍然面无表情 身穿红色的监狱连身衣 拉着眼镜 还戴着一个医用口罩 上月陪审团已九比三的投票 结果倾向于将克努茲送入死囚牢房 但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规定 任何低于一致投票的情况 都会自动将判决转为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检测官要求判处死刑 但辩方就要求终身监禁 陪审团在10月13日的决定 激怒了受害者的家属 武器兔认没有达到很多受害者家属的要求 一些人在今星期的证词中表示 陪审团跟踪师他的生命 而不是17名死者的生命 其中一名在抢击案中 丧生的14岁受害者的父亲 星期三在他的受害者影响声明中说 赫努茲的武器兔认判决让他感到不公 他认为赫努茲应该被判处死刑 据报道 帕克兰唱击案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致命的大規模校园唱击事件 24岁的赫努茲一年前认罪 承认他在2018年2月14日 杀害14名学生和3名工作人员 以及伤害另外17人 赫努茲说他选择情人节这一天作案 是为了让试痛慢杜格拉斯的学生 再也无法庆祝这个节日 美西时间11月2日 据美联社报道 埃隆·马斯克星期三表示 Twitter不会允许任何被封号的用户返回该网站 直到公司建立了相关的解决程序 而另一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马斯克此前曾经公开表示 他将会给前总统特朗普返回该网站 据报道 这个宣布意味着那些因为违反了Twitter的骚扰 暴力或者选举规则 以及与COVID相关的错误信息 而被禁止访问该网站的人 再会无法在下星期二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返回 这个承诺是马斯克上星期 以440亿美元收购该社交媒体网站之后发出的 他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他已经和少数民间社会领袖来到会面 讨论Twitter要如何如何继续打击受恨 及骚扰并且执行他的选举承讯政策 出席会议的倡导组织FREEPRESS的律师 兼联合首席执行官杰西·卡·江萨·雷斯瓦 星期二参加会议的人要求马斯克 不可以中期选举之前恢复被封的用户 据了解 与会者包括理智全国有识人种协讯会 反诽谤联盟及变革知识的领导人 他们还要求Twitter对他的计划 如何恢复张户有一个透明的流程 马斯克上星期表示 在成立具有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之前 他不会就内容或恢复被禁张户做出重大的决定 他在星期三重申了这一点 并且补充说他正在组建的委员会 将会包括面临仇恨暴力的民权社区 以及团队 美国时间11月2日 据CNN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发表演讲 警告美国民主正在受到各级竞选反对者的攻击 作为他试图将捍卫民主 当成下星期中期选举继续受要议题 据报道 这次的演讲是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而非白宫主办的政治活动 该活动将强调拜登数个星期以来日直在表达的观点 该演讲涵盖了总统预计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接触的很多的相同主题 但共和党人和其他人批评过演讲过于政治化 不适合白宫的官方活动 拜登在演讲中表示 中期选举是指1月6日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大选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一帮憤怒的武装暴徒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 我希望我可以讲对我们民主的攻击在那一日结束了 但我不能够 拜登的顾问表示 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考虑就这个话题发表演讲 但他们最近几日的决策和思考 受到了反政府情绪激增的影响 特别是最近的关于众议院议长普洛西屋期遭到袭击的事件的阴谋论 让总统深受惊惊 拜登在佛罗里达州筹款活动上的演讲中 提到了对保罗普洛西的袭击 并表示监于共和党人的延迟 发生了一种事件不足为奇 支持人士说 对众议院议长丈夫的袭击是拜登决定在星期三发表演讲的原因之一 美国时间11月2日 据多间的媒体报道 美国强力求的彩票玩家将会有望在星期三 晚上开出约12亿美元的投赚 这个亦是该游戏30年历史上的第二大奖金额 据报道 由于8月初开始的连续38次抽赚都没有开出投赚 强力求投赚赚金额已经累计到大概12亿美元 这个将会是美国第四大彩票投赚和第二大强力求投赚 据了解美国历史上强力求最大的投赚 来自2016年1月 由加利福利亚州 佛罗里达州 和田纳西州的获胜者 分享价值15.86亿美元的强力求大赚 美国投赚排名第二和第三是2018年在南卡罗里达州 赚得的15.37亿美元的超级百万大赚 和今年夏天 尼利洛伊州赚票赚得的13.37亿美元的超级百万大赚 强力求公司表示 如果幸运赚了星期三晚上的抽赚 并且持有人选择一次性付款 这样该赚票将会产生约5.967亿美元的一次性赚金 上市强力求大赚是在8月3日 在宾夕凡尼亚州开出的一张2.06亿美元的彩票 如果星期三晚上没有人中奖 随着投赚金额的升高 赚金又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投赚 超过2016年三位次票人 赢得的15.86亿美元强力求赚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GAD 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